各位午安,多謝大家支持我們的發佈會。 我們和以往一樣,就是我們先有一個介紹, 接著就有一個問答的環節。 問答環節的時候,我們因為有即時傳染的服務, 所以大家用英文、廣東話、國語提文都可以, 請大家等我們給你一個咪, 你才發問,提問之前先說你的名字和你代表的機構。 好了,現在請李小嘉先生和大家做個介紹。 謝謝大家,多謝大家出席我們今天的業績發佈會。 我就很快地概括了個介紹, 簡先生就和大家說一下財務數字。 之後我就和大家說一下策略性的問題。 在這個問答環節的部分,我們可以做這件事。 事件事。 我們在2014年的工作成果,在財務方面, 以及其他的成果,收入和其他收入上升13%,主要由于成交量和这个有关的收入带动增长的。 集资额也创新高,我们第一次公开招股集资额是全球排名第二的,虽然没有很大的公司上市,但是我们也是创新高的。 亦都成功推出了这个会港通,我们现在也都推行了一些优化的措施,LME商业化计划进展是非常良好,我们成立了LMECLEAR,并且即时是增加了集团的收入。 LME每天的成交量也是创新纪录,我们推出了三个伦敦金属小型期货,这个是我们建设LME东翼踏出的第一步。 这个图就简单是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现货衍生产品和商品市场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现货市场,现生产品市场都是交货量上升很多,商品那里是红色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季,头那几个月都是增长得很强劲的。 看红色的部分,似乎跌了一点点,那这里有些是五度的,即是说696就是年初到至今为止的。 那因为我们在6年初的时候,LME这段时间都是交货量少一点的,但和去年同期比呢,是升了七八成的,那个交货量。 好了,是去年业货市场的交货量增加很多,衍生产品的升了百分之八,那这个商品平均成交都是升了四成的。 那我们不单止收入增加了,以及收入增加的幅度是超越了这个成交额的增长的幅度。 那虽然成本亦都增加,但成本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低于收入的上升,因此呢,我们看到呢,是我们财务方面的表现,2014年是非常之好的。 现在请简先生和我讲讲我们一些财务的数字。 谢谢你,李先生。 第一样呢,我想讲就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呢,是跟大家宣布一些这么好的业绩。 就是我们差不多做到这个是100亿的。 我们赚到收入是破纪录的。 去回到2007年差不多了,就是说是98亿。 我想明年我们都可以过到的。 这个。 在这里看到的那些业绩非常之好的。 收入和其他的收入呢,都是非常之有上升。 第四季呢,是很强劲的。 那主要来讲,内地那个市场的气氛很好。 还有呢,是我们宣布了在11月那个会广通开始了。 还有呢,是每日成交额因此上升了。 那我们11日的交易日呢,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是这个80亿的。 收入呢,升了13%。 那是,相对于2013年呢,是第四季是升一日。 2014年呢,第四季升了28%。 那虽然这个业绩好呢,那这个都是,是同我们在集团其他的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7月27号呢,推出这个LME呢, 那这个就是系统我们都建立了很多年的时间。 那现在LME开始呢,是有应利方面的贡献。 那他们呢,那他们呢,那里都是差不多是两亿的。 那那个交易的收入。 我们也都是,集资方面都是破了纪录的。 那就是呢,是全球呢,我们排名是第二的。 那我们上市有关的收入,和IP的收入,都是和这些新货行是有关的。 那加起来呢,是贡献就是去到一亿的。 那也都,今年的利息的环境都很好。 那也都,今年的利息的环境都很好。 平均这个保证金呢,也都是上升的。 那看香港这些基金的那个投资,我们赚多了一亿八千万。 LME是有些投资的收入,但是这个都是,是我们持有LCH那里的收益来的。 每日成交额呢,是各方面都有增加。 我们的交易费,和这个结算费,等等都有上升的。 特别在第四季,那我们每日成交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一。 我们那个的交易费,和这个结算费呢,的上升的幅度是更高的。 这个是全款费也都增加了的。 那我想,这些数字,为什么我们这么详细给这些数字大家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收入的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都是来自和交易无关的活动。 那增资这个代表那个业绩的好。 看回成本,营运开支,这些都是我们控制得很好的。 是增加了百分之七的。 因为呢,我们也都在营运,营运兄弟那里呢,是追回七千七百万的。 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也是,就是说是发展着这个MGCLEAR等等的。 那所以呢,我们那个,今年整体的营运开支呢,都是升了百分之七。 因此,收入,因为超过,大过这个开支呢, 所以我们的EBITDA,和股东英质物理都要上升很多的。 那,和今年值得留意,就是我们给股东的价值。 不是单止靠每股的盈利,我们的股价也都升了三成三的。 这个图呢,是大家看到呢,我们的财务部会各方面的收入, 和其他收益。 那,那那,加益费主要呢,是因为每日加盈项上升了。 那那大家看到呢,我们的现货的那里呢,升了七成。 呢,衍生工具那里呢,就比较是平稳。 那那呢,虽然呢,是衍生工具那个交易的数量增加了。 那量增加了。那但是呢,那些期权呢,增加了快。 所以那方面的收費是比較低的 結算和交收費方面 因為交投額增加 也增加了 AME也帶來了1.735萬 另外因為交投活躍 市場數據費 其他的收入 集合收益也升了5千萬 另外因為有廣通 我們也是有 這個數據傳送專線的收入也增加了 投資收入 剛才我說了 也增加了 有所乘的 開支 員工開支升了15% 表面來看是增加了很多 不過我們要考慮到 我們AME的人手增加了一倍 過去兩年 我們都在年中推出了AMEClear 還有我們採取了措施 在香港 所以請了人 整體的開支上升 都是為了7% 另外IT電腦維修的開支是減少了 因為我們LME決定是把資訊科技 收歸內部營運的人手管理 因此內部的員工人手上升了 但是我們IT成本因此也是跌了的 這個樓宇的支出就跌了少少 有些民意我們重新定過租約 法律專業費用上升 就因為我們花了4300萬 去年在訴訟那裡 之前一年是1500萬 大家都看到今週我們有公佈 美國的訴訟我們希望 那裡就會再高一些 其他營運開支有輕微下降 折舊那裡升了21億4千萬 主要來說因為我們過去幾年 是做了投資 包括了投資的LMEClear 還有新的數據中心等等 所以那些資本性開支 之前這幾年我們使用了 現在很多東西都推出了 包括我們中國的數據中心 是2013年第四季剛剛落成 然後開始計算這個折舊 折舊率一定會上升 但是我們那個資本性開支就會去到頂了 I like this slide everything 我好喜歡這一張投影片的 因爲好像樣樣那個走的方向 都好剛剛講過 我們那個紀錄性的季度表現 當然不是說是最好 但是你可以見到 我們可以是走向這個正確的方向 全部都向上的 你看這個圖 如果你看第一季 2013年第一季 還有現在這一季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收入其實上升了24% 我們的成本就是上升了17% 那所以呢在這段時間內 我們的其實 我們的收入那個成長率 就是比我們的成本就是高 那我們剛剛才推出了新的兩個項目 那就是一個LME clear 那就是會是一個 明年就會完全去做一個LME fee 那這個呢 又是會 亦都是呢 1月1號 就已經是生效了 那所以呢在這段時間內 我們呢 就是在投資的時期內 我們仍是 能夠呢 將我們呢 將我們呢 不斷地成長 同時呢 我們亦都可以減低我們的成本 或者成本 亦都不是說上升得太快的 那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 各營運分佈的表現 其實呢 你都見到呢 就是沒有什麼大的 一些的 特別的不同 你可以見到 我們一路都是有上升啊 我們的上升 我們的Ibida 亦都是升 那我們的股本證券 和金融衍產品 都是有少少的收入 都是穩定的 那商品呢 你可以見到呢 其實是下跌了少少 那這個我們都不覺得 是感到意外的 因為是有些的訴訟費啊 我們都是見到 推出了一個 香港的亞洲商品 有了這個 小型的LME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明年呢 就是當我們的LME 那個商業化的時候呢 就會是應該有更加好的表現 那結算那方面呢 那我們也都見到 收入和投資的收益呢 就增加 還有你可以見到呢 就有一季的LME Clear的成本呢 就是令到它呢 就上升了百分之四的 那平台和基礎資 你可以見到呢 都是做得不錯的 那整體來說 我們這個集團呢 其實呢 你可以見到EBITDA的利潤率呢 就是上升了百分之二 這個是整體的表現 我們已經回去回復到呢 我們好幾年前的這個表現了 已經令到EBITDA能夠有上升 和有百分之二的利潤率 百分之七十 現在去到百分之七十 那我們今年呢 我剛剛呢 之前說了呢 就比較特別的事呢 就是我們開始做 我們LME Clear的推出 這個呢 就不只是影響我們收入 亦都是影響了我們的其實資產負責表 這裡你可以看到 LME Clear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呢 有兩方面的 一呢 就是抵押品的結緣 你可以見到呢 其實呢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來的 這個呢 就是結算呢 年底的結緣是七百五十億 你可以見到呢 就是綠色那幾格的 那還有呢 因為呢 就是有這些的 一些的抵押品 我們呢 就是 還有這些衍生產品的合約 那我們現在呢 有那些的一些合約呢 你可以見到呢 就是 合約的性質呢 就是按總值的結算的關係 所以呢 就將參與者合共六百億的持倉證額 就列入資產負債背 那對於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呢 就是沒有特別大的影響 因為兩邊呢 都是要記錄的 那你可以呢 亦都可以說呢 其實 我們這個合約 的LME Clear 你說呢 是 1.2萬億港元的 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時候 那所以你可以見到呢 我們 我們 這個 的 這樣 列入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呢 就可以 從一個六百億呢 就可以上升到 去到一個 二億 二千五百二十億的 那好了 現在呢 就是交回給Charles 那最後呢 我也很樂意呢 就是回答大家的問題的 謝謝Paul 那在我們呢 開始回答問題之前呢 我也先說一下 我們看到呢 今年呢 表現非常之好的 我們呢 第一次呢 就是達到一個 一百億的收入 那我們呢 就是非常之開心 好相信呢 明年呢 就會破紀錄的 我們只不過呢 就是要去看一下 我們呢 其實呢 超越那個一百億呢 就是超越多少呢 我想呢 花幾分鐘的時間呢 特別呢 就是 是 因為其實我和一些傳媒朋友呢 在一個月前呢 就是見面 說了我們的戰略發展 那我也想和大家呢 去說一下 到底 我們這個的收入 在現在 和在以前 和我們未來的走向是怎樣 和我們呢 覺得我們未來呢 應該呢 就是去怎樣看呀 這些的改變呀 和我們那個 這個業務發展 我想說一下 整體的演變 簡單的 和大家說一下這個歷史 然後呢 就再和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呢 現在在做我們 很多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香港 和內地的金融市場 可以看到 其實有四大的時段 四大的階段 那一早的早期呢 就是一九九三年 到大概二零零九年左右 就是一個二十年 那時候呢 我由一個三十 的市場呢 我們就變成了一個 二十兆的市場 那我們其實 基本上做的事情呢 就是呢 就是把這個 中國內地的一些股本呢 就搭來香港 我們呢 那個時候呢 我們主要呢 就是 我們呢 就是這個的 先呢 吸引這個股本來到香港 然後我們再做一些交易呢 就是希望呢 有一些的外國的投資者呢 參與 然後呢 就是做交易 那今天呢 我們今天的市場呢 有六成呢 都是一些的 內地的一些公司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首階段 的一個發展情況 那在那段時期內呢 就是呢 你可以見到呢 我們現在呢 兩個市場呢 就是分開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見到呢 內地的市場呢 慢慢呢 或者本土的市場呢 就慢慢的增長 那當然啦 整個的 你可以見到 中國的GDP有成長 啦 國際的資金呢 就投入內地呢 就透過一些的 首次公開的招股啊 然後呢 一些的外國的 一些的直接投資呢 就真正呢 就推動了這個 本土市場 那但是呢 在這個第二個階段的 時候 你可以見到呢 這個的 嗯 本土的 那個的 資本的市場 那個闊度 和深度 也都開始迅速的發展 你可以見到 那個資本市場 譬如說 今天呢 你可以見到呢 已經是差不多 我們是 在規模方面呢 就是第二大 還有我們呢 你說這些的 數據交易也是非常之好的 過過幾個月呢 其實呢 是達到呢 就是 一兆的人民幣 那我們的商品市場呢 亦都變得越來越強的 你可以見到 我們今天三大的商品市場 差不多所有呢 都是有非常之強的一些合約 無論是商品的交易啊 或者你說是一些的服務啊 都完全呢 就是能夠迎合到中國的一個發展 但是你說說到真正的資本市場啊 講到商品市場啊 講到商品市場啊 投資市場 你可以見到呢 這個衍生產品市場 都變得越來越強勁啊 你可以見到呢 所交易的合約 越來越多啊 還有 你可以 我們呢 就是說這個交易量 可能呢 就是全球第一的 你可以見到呢 就是 可以全球呢 就是 就是衍生產品的交易量 就是最多 那麼大的一個的 一些的交易壓力加起來呢 其實呢 就是比起CME呢 就是大三倍啊 亦都是比LME大三倍 那就算你說獨立來看呢 你都只不過 是 差不多是第一啊 第二或者第三名的了 講到全球的排名 那所以呢 你說是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在2001至2010年的發展 那真的呢 就是 就是 來推動了這本土的市場的發展 那我們呢 就是真的呢 就是要去那時候呢 就要想一下 到底呢 對香港來講 對現有的商業啊 對現有的一些股本啊 到底呢 應該是有代表些什麼 我們也都在這個第二個階段 的時候呢 中國呢 就開始呢 就是去嘗試啊 就是透過這個QV 和QD呢 就開始呢 就是呢 開始發展啦 和開放自己了 那在過去的五年呢 呢 我們就見到呢 一個加快的發展速度 不單止呢 就是中國的發展 而是呢 真正一個內地市場的開放 你可以見到人民幣國際化啦 發展了一些自貿區 就是在上海 那現在可能呢 就會在其他地方呢 也都會開拓這些自由貿易區 那你也都是招來了很多國際投資者 是真的呢 能夠呢 就是呢 創造了一個好的 外國的投資的一個環境 那這些QV呢 也都是呢 就是呢 會考慮呢 就是一路呢 會是增大QG 也都是 那你可以見到呢 內地的投資者呢 都是 準備自己呢 就是呢 去投資 海外的市場呢 就是作為一個 國際的投資者 而呢 國際的投資者 也都是越來越多機會 進入內地的市場 那但是最大的增長 其實真的是 來自於 人民幣的國際化 我想呢 我相信呢 未來那幾個星期 或者未來那幾個月呢 我們就會見到呢 越來越多新的一些公佈呢 就是關於這個人民幣的商業法 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呢 就是去兌換人民幣 我們今天呢 就已經有這個 內地的清算呢 就透過呢 胡廣通呢 就可以來到香港 我們可以見到呢 就是在 在不久的將來 都會是有些的改變 那可能呢 這個我們 或者呢 可以能夠做這個 不用只是做離案的了 或者可以呢 就是做這些案上的一些 交易都可以 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啊 也可以參與了這個人民幣的一些交易 我相信在未來那幾個月 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這個完全是加快了整個成長的速度 亦都是加快了這個中國市場的開放 那這個呢 亦都是帶給我們很大的壓力呢 和很大的挑戰 我們應該怎樣呢 就是去回應 因為你可以見到 我們在第二階段的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幫他們呢 就是去籌融集資 那但是之後呢 你就 現在呢 他們需要投資者進去 他亦都想自己內地的投資者能夠呢 就是出外 那香港到底應該扮演什麼的角色 這個呢 就是最重要 或者是最大一個的考慮 去推動我們所有呢 在過去那幾年呢 就是所推出的 這個是不是 我們開始就做這個市場改革啦 我們改變了這個交易的時段 我們亦都是 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的數據中心 我們改變了很多的市場的基建 我們現在呢 一開始呢 就是整合我們的市場 亦都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的改善 我們亦都是開始呢 就是做一些的合資啊 亦都是 亦都是 希望準備了這個人民幣 亦都是推出人民幣的產品 亦都是跟他們做這個 不同的一些的指數 那所以我們呢 就是跟他們呢 有更多的合作 希望呢 就是真正呢 在這個聯繫那方面呢 或者在那個互通那方面 做得更加好 那所以呢 我們在2014年底呀 2015年之後 我們呢 真的呢 就進入了一個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下一個發展階段 因為一開始呢 就是當然有我們的互講通啦 而我們呢 真的會逐漸的慢慢呢 就是會去更加廣闊的 有更多的一些的合作 有更多的一個的連結啊 和互通 那所以呢 就不只是說 這裏一個產品呀 那裏另外一個產品 而是真正的 變成我們整個一個 整體的一個生態的系統 我們是能夠確保 香港呢 就是再一次能夠呢 就是扮演一個中心的地位 是可以幫我們中國的去開放 我們不是說要做一個 只是做一個窗口 或者一個家門口 我們希望能夠開作為一個 可以作為一個 一個的門 是將一些投資者 亦都可以帶入 和可以認出 在這個開頭的階段 中國只是提供股票 產品 國際投資者提供這個流動量 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會看到有很多的 中國的產品 不單止是第一上市 第二上市 就是很多的國際投資者 都想進去的 我們更加重要 就會見到 很多的國際產品 都是想 就是內地的投資者 是想買的 那這些投資者 都想走出來 國際投資者 亦都想去投資 在內地的市場 不單止透過香港 又令 就是他們想直接去 那我們怎樣重新定位 確保我們要創造一個市場 從這個市場得益 以及 將我們長遠鎖在這個市場裏面 所以 這個開放 內地開放 提供很多的機遇 以及這個挑戰給我們的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是進入這個共同市場的年代 這個 我們不是很意外地 選擇一個產品 就是說 我們很幸運 而是我們很小心地去設計 這個計劃呢 亦都會影響到我們未來做的一切 這個計劃呢 基本就是 提供一個中國 和我們之間一個交易的聯繫 那所以呢 所有那些盤都是電子 這樣做出來 那那些結算 政額結算 所有國際投資者 都在這裡結算交收 那就是那個政額結算 透過香港這個 中央結算 和中國結算 那中國投資者做買賣 亦都是做結算 每一日只 雙方只有一個投資者去結算 是剩下結算 其他其他全部都是在自己的市場結算 那另外呢 是由這個中國證監會 和我們的證監會 共同去監管 我們是創造了一個共同市場 是一個 這個共同市場 我們透過一起的合作 我們有兩個監管機構 規管這個市場 我們有兩個交易所 這個上海 這個上交所 就是管理這些交易 結算所 管理這個結算 和交收 那雙方的投資者 是在家裡 打電話給自己的經紀 或者交易所 透過他們自己的結算 和交收的公司 以及受到本地的交易所規管 所以投資者在這個規模式 唯一是他們沒有的 就是中間有些產品 他們買不到的 另外呢 他們已經有監管機構幫到他們 有經紀也要幫他們 也有交易所幫到他們 也有中國結算幫到他們 他們不需要去倫敦去紐約 去澳洲買賣 他們只需要打個電話 然後就買賣國際的證券 唯一的局限 就是無論這裡 就是這裡有什麼買到 今時今日呢 我們有胡廣通 那就只是證券而已 有胡廣通 那希望很快呢 我們會有深廣通 那下一步呢 我們可以做呢 我們可以做這個 證券衍生產品 我們可以有衍生產品的 期付合約 在那上面買賣結算 他們的合約可以來到這裡 現金結算 亦都可以 胡廣通有些衍生工具的計劃 都做得到 亦都可以放一些期貨 在那裡 那也都有一個授權制度 我們都可以是有其他的 互通的機制 那我們都可以做國際的證券的 國際的證券 現在就沒有在這個胡廣通裡面的 沒有理由不可以做得到 其實應該在未來應該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是做得到的時候 到時呢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 國際投資者 國際發行人 可能呢 有一天 可以來到這個市場 是可以是可以用得到裡面的流通量的 亦都可以包括了 正式產品 貨幣 所以 所有這些產品 在香港 或者這些產品 是來自其他地方 不同市場 不同市區的市場 我們會不停地把這個市場做得更豐富 放多些產品 最終 中國投資者 中國投資者 可以更加成熟 就可以買賣 而國際投資者 直接在中國做買賣 都不需要經香港 直接入中國 到市場 都可以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有很多的投資者 無論中國內地 或者中國以外 他們未必想直接進去的 只要我們有這樣的模式 在這裏 創造了這個共同市場 我們可以是 依賴我們自己的 規管的機構 是買賣對方的產品 這樣這個共同市場 是會變得更加重要的 那這裏呢 我們是會和他們一起 這麽多方面合作 上交所 深交所 大連 鄭州 中國結算 等等 上海旗交所 我們和他們不是競爭對手 我們和他們合作夥伴 我們會和他們一起合作 是將那些國際產品 放在這個共同市場 給內地投資者買 我們和他們一起合作 將中國的產品 是給國際投資者 亦都可以去買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業務的模式 我們已經不是一個 只是給中國政院上市的交易所 我們是一個資訊團工者 可以為國際的市場 打通國際市場和中國內地的市場 在這個模型下 我們是會有證券 證券工具 商品 定式產品 和貨幣的買賣 和LME的期貨 都會放進去 那麼LME會提供一些產品給中國投資者 和LME也都可以幫我們 將國際的資金 帶進來這個共同市場 即是說 即是說 即是如果國際的投資者 或者資金有興趣 是在這個共同市場 是投資的 那麼我們現在暫時 還在這個階段 即是我們的工作 做了半張 我們現在就開始 是 建立一個整體的生態環境 我們說 兩個 全球最大的 這個 流動量 都是把它連在一起 即是說 中國的資金 和世界 中國以外世界 其他地方的流動量 現在我們這裏大概是 是 2萬6千億 那這裏 不過他們有一個銀行市場 即是說 是 22萬美金 22萬億美金的 那接下來不知道 十年有一部份會下來 這兩個數字 最終是會 即是說 結合的 不過我們認為 中國內地的流動量 對中國來說 最大的挑戰 就是 怎樣找到一些產品 令到銀行的錢 可以有機會 是 可以 由中國銀行 走出來 投資的這些產品 所以我們 是要提供這個市場 和這個產品 令到流動量 最終都可以 是 由中國銀行 走出來 去到這個 去到全世界全球市場的投資 這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流動量 現在都還未在世界各地去投資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們現在是 這個改變剛開始 今天我們 宣佈的業績 只是讓大家 看到 未來將會做 這所有的一小部份 這些未必即時會帶來很多的收入 但是 這些設施 其實 要發展 不是要花很多錢 未來三至五年 我們要花在基建 投資方面 那些錢 是我們 交易所本身要做的事情 不是特地要做這些事情 是要花的 做這些事情 需要很多人手 很多時間 很多東西找開支 但是不需要很多資本性的開支 但是我們會繼續投資 在資本開支 令到我們 擴大我們的能力 令到我們可以 發展到這樣的模型 在未來十二至十八個月 大家會聽到很多關於 我們在這個共同市場做的工作 我們做所有的事情 不是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單獨做 我們不會把針 動得太厲害 我經常都會說 我們都在開頭的階段 很多事情還未開始做 不過一開始 將這件事 建立了一定的規模之後 整體的影響 帶來的協同效應 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出現 我們將來就變成一個 完全不同的界鎖 有這樣的模型 模式 我們是有機會 可以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平台 令到將全球 世界其他地方 和中國兩個地方的機遇 將它連接一起 我們想確保 香港和港交所 剛剛就在這個交會點的中間 這個也是我們的環境 我們都會成功地做到這件事 好了 講到這裏 我們就可以開始給大家問問題 第一次 這次我們請到David Grant 是 是 下來 他是監管者 我想 大家有很多有關 上市科和監管問題 David也會幫忙解答大家的問題 好了 現在我們可以正式去到問答環境 我第一個請問 李先生 通常都由分析員開始 這裏有幾隻手 或者你開始 謝謝兩位 我想 這次是第一次 推出了匯廣通 第一次有發佈會 恭喜大家 我就來自匯豐 有兩條問題 第一個問題 跟業績有關 最後一條問題 跟策略有關 匯廣通 是為香港帶來 這個 04年 是6800萬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中幾多來自交易 和結算 幾多是來自一次過的 和去年不同的 今年 你沒有講到LME的表現 但我們很有興趣想知道 LME 2014年的盈利 增長多少呢 以及收費 去商業化 帶來的影響 最後 李先生 過去你提到 中國 是會成為一個 淨資金出口國 香港就說 會獲益的 最近 財政司的優算案 都要我們捕捉這個商機 作為一個領先的金融中心 你怎樣去做 做 做 定位 你問 幾個問題 Paul未答之前 我想我們 首先要看 這個 湖港通的收入 要小心看 這個數字 我說 這個是一個 生態系統 6800萬 包括一次行 一次性的收入 就是說 那些正常的 定期性的收入 其實是少很多的 但是最重要 一樣東西 要記住 就是 我們入數 這些收入 只是 扮演一部分 湖港通 其實帶來 對我們每日交通量 帶來很大的改變 不單止每日成交量 和成交量 裡面的性質 都會改變 所以 看湖港通 大家首先要看 它是連接上海和香港之間的一個機制 就是 好像 那些水 向不同方的流動 改變 更加重要 有一件事 不是那麼 在數字看得到的 就是 那個化學性的改變 就是兩個市場 的性質 一變了 大家的市場 那個DNA的改變 那麼我們會開始看到 每日交通量 還有那個交易的 那個活躍程度 都會改變的 LME Paul 就可以詳細講講 LME的業績 我不知道Paul 可以講幾多給你聽 去年一年 LME的表現非常之強勁 LME Clear 我們只是做了一季 那麼我們把整季的成本入數 接下來全年LME的貢獻會大很多 我們預期 我們 它會是佔了我們的業務的兩成以上 我們收入兩成以上 那個利潤也都會接近 六十幾的 那麼請Paul回答你 最生氣的問題 謝謝 你講到顧港通 現在都是太早去講 就是胡廣通直接帶來的收入幾多 好像李先生講 很多財務上的影響 就是你看那個光環效應 就是胡廣通有 第四季 每日交通量就多了很多 那就升了 比之前的一季升了很多 那麼我們肯定相信 這個一部原因 就是因為胡廣通的效應 那麼講到實際的數字 我們披露了 就是直接收入到六千八百萬 胡廣通 四千八百萬是一次過的 因為我們買了一些設備 就是說那些參與者買了設備 那大家知道 每日的量 就是北上 就是四五十億 南向少一些 那北向那些 就不是 那所以是 就是 當然我想看到這些數字增加 但是現在還是太早去預測 就是現在去作出預測是太早了 講到LME呢 我就不會披露確實的數字 如果我們收回同樣的結算費 我們現在說 大概是LME結算所的收入 大概是九千萬美金 我們預期那裡的利潤大概是六十幾 可能高一點 那是一個很好的利潤 就是和我們集團賺的差不多一樣 例如LME呢 平均那個交易徵費是升了百分之三十幾的 交易費是升了百分之三十幾的 交易費是升了百分之三十一 包括了計算費用 那當然呢 那個交易費是會增加多很多的 那明年的量和收入 我給你最好的估計 我們與其LME這個集團 是會佔了 是我們集團那個整體的業績的兩成以上 就是從現在目前是升了很多 那我想這件事情可以看到 是LME和LME結算 就是明年的情況是怎樣 你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說我們香港需要做到什麼 才可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和重要性 我想我們現在是面對很大的挑戰 過去幾二十年呢 我們根本香港不需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是有資金 中國是需要這些資金 他們一定要是配合我們 跟我們的規矩去做才行 因為我們有資金 我們有一個好的市場基建 和法律的制度 而國際投資者都是信任的 所以中國發行人一定要來 但是他們的數目不多 今天大概是一千六百間公司 在香港上市 我們只需要做出一個決定來上市 所有交易都在香港進行 所以香港其實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過去二十年呢 我們都很成功 因為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市場 現在他們追上來了 他們不再是需要 就不再好像以前那樣 要靠香港了 他們現在有很多方法 他們 香港不是唯一的地方 他們要來的 那些發行人 內地公司 是可以在內地集資 內地的資本現在 是比香港的市場更加吸引 因為那個股值是低一點 還有上面有很多的資金的流通量 那今天 如果我們要做 我們剛才說要做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很快的作出改變 確保我們和市場的分別 是保持 我們是要給他們好一點 所以這樣 以前的國際投資來香港 現在 我們要繼續進步 更加重要 我們現在要面對投資者 我們現在要面對大規模的 很多的中國投資者 國投資者 這個廣東看到 我們要在市場做很多的諮詢 我們要看看 知道那些人要不要買賣 我們要做到什麼 他們才有信心做買賣 我們要做很多的工作 不是就這樣坐在那裏 那就自然有生意來了 我們一定要確保這些渠道 是成功運作 和維持兩地之間的分別 另外也要看一下內地市場 他們有什麼的局限 他們有什麼的期望 和內地的投資者 想怎樣去買賣 我們面對的持分者 比以前更多 我們也要配合他們不同的持分者的需要 為了做到這件事 我們要更加理解內地 要改變一些我們的做事的方法 做一些以前沒有做過的事 要買一些我們之前沒有的設施 在這裏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中國信我們 國際投資者都信我們 不過我們要有所需的工具 和解決方案 才可以提供到他們需要的東西 這件事不容易做 不過這個胡廣通已經推出了 我們已經進入了 開始了這些工作 我們要確保 在代表中國投資者上面 這些持分者 我們要確保 香港對中國來說 都是一個最好的和喜歡來到的市場 因為他們在中國都開始宣佈 有些和國際結盟等等 他們很快會有些宣佈 我要確保 我們是保持在最好的位置 要確保 我們提供給他們的服務和方案 其他人是不可以做得這麼好 其他人不可以做得這麼好 其實你可不可以說多些關於這一點呢 其實你預計會有什麼發展呢 還有人民幣的兌換是會怎樣 還有到底會怎樣影響到這個胡廣通呢 我不是中國的一些證監那方面的人 其實我呢 但是我個人呢 就是相信 當然我不是代表他們 作出任何的公布 我只不過呢 我個人呢 就是認為呢 就會是 將會 令到 去兌換啊 或者呢 將人民幣兌換 港幣呢 就會越來越容易 那還有呢 CNHR和CNY 就是一個呢 就是你按人文幣 和按上的人文幣呢 唯一一個大的分別呢 就會越來越小的 就是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區分的 因為那個障礙會越來越小 那這個人民幣呢 那個兌換率呢 亦都是會有 會更加的健康 去年呢 中國 就是 有 去積極的去干預這個匯率 那其實呢 那就 令到呢 中國呢 就是 現在呢 更有個信心 這件事呢 就是他們呢 是可以 去做的 亦都是可以呢 就是 令到人民幣呢 那個兌換呢 就可以做得更加好 還有更加自由 就不需要有一些 是岸上啊 或者離岸的 一些人做的 一些障礙 但是呢 你說做得幾快啊 還有什麼時候做 怎樣做 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估計應該在今年 之後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見到有些變化 但是這些是好的變化來的 任何的 任何一些的動作啊 或者任何的一些的發展呢 去令到那個人民幣兌換 做得更加容易呢 就是會令到呢 我們那些交易呢 做得更加好 任何這樣做的行動呢 就會令到的 胡港通呢 就更加成功 當然呢 現有的一個模式呢 都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他們要改 我們可能都需要改 那如果他們有些變化 我們都可能需要做一些 少少的一些 可能要做一些的 改動啊 做一些的方便 但是這些的變化呢 整體來說 在長遠來說呢 都會對於我們來說 是好事來的 令到呢 所有這些人造的障礙 或者現在暫時的一些 令到我們 可能 令到我們現在做得不太好呢 都會是呢 有一個大幅的一個改變 我知道你是想要更加具體的東西 那我其實呢 就不應該呢 去講一些 其實我不清楚的東西 這個 這個 就不知道 會不會做一個正式的 一個官方的政策 只不過這個是我的一個看法 或者 回到我們分析家那邊 左手 我見到好像 有些人在那裡笑的 有些人呢 就說呢 每次呢 我每次講話呢 他們就說 啊 很喜歡啊 但是呢 你說叫我寫呢 就很難寫 因為其實他講呢 就等於沒有什麼講過的東西 所以很難寫 可能我剛剛也是做了這樣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那我們都可以呢 是 在網上收到一些問題的 那 有一個問題 是上海來的 就是問一下李先生 為什麼 是 頭幾天沒有沽空的呢 故廣通 啊 向北啊 北向我們為什麼沒有沽空 我不知道啊 不過我肯定 就是 就是 你要借貨呢 不是那麼容易 我想這個是原因 就是 我們現在建了一條橋 胡廣通 我要建了多個枝路 令到交通牆順一點 沽空 是其中一條枝路 是幫到忙的 我們已經開了這條路了 但是還沒有車通過 但是我就不是太擔心 最重要就是要建這條路先 我想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情況是這樣的 在中國呢 他們是有 有一個監管的架構 監管這個沽空的 本土的市場架構呢 是很透明 很容易執行一些規例 所以他們呢 是 很多的 沽空的規例呢 是整了在那些軟件啊 那些這樣 所以呢 他們很容易說 百分之二十五 控制二十五 他們控制得到的 那 香港當然容許沽空 開頭我們跟上海談的時候 他們 他們 都想 做回 好像香港一樣的 透明的制度 當然我們不相信 因為我們的制度和我們很不同 那 作為妥協呢 我們同意了 你不要需要我們改變 你可以先控制這條 那條喉管先 最終我們是做了一些改變 特別是 哪些人是合資格可以借貨呢 現在是 只是經紀 經紀有關人士 還有在托管銀行 還未參與的 那這個正是其一個原因 為什麼在國際市場 那些有貨的那些人 都不能借貨出來 那 那些人也不容易借到貨 不過我們都不是那麽擔心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先推走 胡廣通先 那條路先開了 那 然後我們遲些要想一下 怎樣去增加交通流量 我亦都 給深圳和上海的交通機器 看到我們的市場 怎樣操作 那 那 那 遲些他們可能是 有問題 他們可以容許 例如量大 增加些 那 如果第一天已經很多人沽空 那 可能 還會製造一些困難 好 中間各位 你好 我是愛玲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分析先 問過這個胡廣通 就是給這個盈利貢獻有幾多 可不可以用中文回答 一向這個問題 就是 預期未來 就會被這個港交所帶來幾多的盈利貢獻 第二個問題 就是 今天 李克強總理 就是在政府工作報告裡面 說到 會去 推出這個深港通 上一次 李克強總理 在發表言論之後 很快就推出了這個互聯互通 那你覺得他這次 就說到 他就是會 他覺得 會推出這個深港通 你覺得其實會是幾時呢 第三個問題 今天這個港交送 就宣布 就是會 有一個 其實 李克強總理 有時間 也都可以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的合約 就到十月份 就是會 我們今天先 最多問三個問題好不好 好的 麻煩 好了 胡廣通 完了之後 對香港交易所的一個盈利貢獻 大概 就是有一個最直接的一部分 就是 一次性的 比如說我們賣這個 Thorto的時候 就是這個一次性的一個 折留率的一個銷售 那這個就是一次性的 那大家就要馬上參與這個交易 賣了之後 就沒有了 這個一次性 以前就不會每一次都要去買 這個呢 就是一個大筆的交易 剛剛呢 簡先生已經說過了 還有一部分呢 就是直線 就是胡廣通裡面 就是雙方 互相 去 收入 分成 那一部分 那這個呢 就是隨著這個 胡廣通的略越大 它就會略越大 去年呢 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那今年呢 應該呢 每天都在這裡進行 所以雙方都在這裡分 這個 收入的一個分成 第三部分 你說這個貢獻呢 實際上由於 胡廣通通了之後呢 兩邊的交易量呢 就由於 胡廣通通了之後 有這個變化 這個變化 目前呢 就不是反映在我們 這個財務報表裡面 沒有直接呢 就是跟我們胡廣通 就是連在一起 因為你很難呢 就說哪一部分的交易量 呢 就是胡廣通造成的 但是這一塊呢 實際上 最大的貢獻 就是這一部分 那長期的貢獻 對我們來說呢 胡廣通 比我們帶來最重要的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這個化學的變化 胡廣通 就是一個很夠互相連接的 這個只不過是 我們在物流上 就連在一起 但是呢 物流連在一起 最重要的物量呢 最重要呢 就是這個未來講 就是這個化學的影響 就好像呢 兩邊的水 一邊呢 就是高度機制化的 一邊呢 就是散戶化的 完全呢 就是不同的一個歷史 當他們一起的時候 一定呢 就會發生一個重大的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呢 一定呢 就會分成兩個市場 兩邊的市場更加活躍的 更加有規則 所以我們呢 就覺得最終呢 胡廣通呢 就比於這個港交所 和這個上交所 啊 深交所所帶來的變化呢 就是會在整個流量裡面呢 發生一個化學的變化 那所以這個呢 就更難去統計 到底哪些呢 就真的呢 是胡廣通所帶來的 那好了 之後一個問題就是 深廣通了 深廣通呢 很肯定來說呢 這個是時間的問題 這個已經不再是新聞了 那今天 你呢 你強壯 你所講到的事實 那這個事實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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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 那我們講到 有時的時候 就是可能說 可能說 那我想呢 其實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那你說呢 其實你講 你講總總有時候呢 就會 就是 可能 實時 那你說講到 可能IT 至少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我想這些事情 不用講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那所以 大家呢 就講到 都可以寫一下 都不要緊 那你的風險委員會 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風險委員會 以前呢 就在香港的法律裏面 就是SFO裏面 就有個叫做 風險委員會 就是由香港交易所 還有這個 金管局 和證監會 和社會的其他人士 就在法律條文下 就是 成立了這個風險管理委員會 在過去 那麼多年 都是由風險委員會 就是作為我們 港交所的主要的風險委員會 但是 這個風險委員會 現在來看 它做過大量的工作 因為以前 港交所的業務 都比較簡單的 所以 真正的風險 就是整個市場的宏觀風險 這個風險委員會 很多時候解決 就是一個市場的整體的穩定 整體的一些流量的風險 國際市場之間 和香港市場的一些互動 但是 由於香港交易所 過去的五年裏面 大規模地 向延伸產品發展 向國際發展 收購了LME 和互港通 還有國內 多了很多的流通 所以 其實這個風險 已經是 對於風險的認識 對於風險的要求 已經完全超越了 原來委員會 可以做到的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 就要成立一個 一個港交所 自己董事會 以下的一個風險委員會 專門來負責去查看 查看 還有去審視 還有決策 香港交易所本身業務中 對市場所帶來的風險 還有我們在這個業務中間 作為一個清算 結算 一個中央對手方 我們的風險 如何去進行全面的管控 在新的時代裏面 這個互聯網的一種 黑客的衝擊 或者攻擊等 我們怎樣能夠更好 保護自己 要是完全屬於一個 港交所的自己內部的 一個風險委員會 而裏面就是報告給我們 董事會 這個就是我們帶的前提的 一個風險委員會 是這樣產生的 多謝 分析員這邊 我是鐵鋒 你之前提到 就說你和其他交易所 講過 即是香港和其他的 其他的聯繫 我們最大的競爭 就是哪些 是不是他們會考慮去歐洲 或者其他亞洲的對手 特別是新加坡 因為已經有些消息 傳了出來 你擔不擔心 第二個問題 藍色那一盒 我們知道 古本證券 那下一個 是哪一個 你會專注的 是不是 心交所 還是什麼 還有時間表方面 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就不是擔心 他們中國想和其他市場接觸 其實我覺得很鼓勵 他們這樣做 因為他們肯和其他家 所談 是一個 代表一個 里程碑 即是如果他們 作出任何宣佈 代表他們的心態 改變了 比以前更開放 如果他們 可以和其他人 開放 對其他人開放 是會是一件好事來的 在以前 過去二十年 那些 首席招股 都來實 全部來香港 香港 香港 是 太過 自滿 覺得好 即是說 理所當然 中國一定要來 經過香港 做這些事 不應該和其他人交易 否則 就會成為我們交易的對手 我就不是這樣的看法 因為我現在說 不如說 中國 沒有增長 我們現在說 是二十二萬億美金 這些錢 要走到一個地方 接下來 不知十年 他們怎麼走呢 他們的證券市場 會增加一倍 或者兩倍 接下來 十年 那裏面 這麼多的商機 我們想 所有人都可以提供 市場 產品 商機 給他們 我們想 這些交易所 是周圍去看看 去其他地方 可不可以做到更多的事 他們如果創造更多的活動 中國是更有活力 那中國的領導人 會更加對開放有信心 因為如果我們可以 交到這些事 我們永遠都會 是 是 就是 會佔了這個業務的一大部分 那在周邊他們做其他事 對核心的業務 是更加有利的 所以我不擔心這方面的競爭 他們可能和歐洲 東京 新加坡 交易所 甚至美國交易所 經歷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在接下來十二個月 我們看不到 他們會有兩三個重大的宣佈 如果這樣做 其實是好事來的 每次跟其他人接觸 他們都會 之後會說 香港交易所 真是一個很好的夥伴 對他們來說 第二條問題 我忘記了 下一個的互通 時間表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時間表 我們現在暫時在這裏 今年我們會完成這個計劃 可能這兩個計劃 我想 我們稍後 今天下半年會有更多的詳情 公佈給大家 這件事 我推測 我們會是 大概 明年這個時間 會開始想 的 定息 貨幣 我們已經有貨幣了 這兩個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討論 六月有一個FICC的會議 這兩件事 是長遠來說 會做得很大 不過是一開始我們要做些工夫 這不是和監管政策有關 而是要怎樣找到一個恰當的方法去做 我們現在說這些是債券 債務和市場 這些市場 我們要找到我們的定位 就是中國和國際市場 銀行和經紀之間 發行人和投資者之間 我們都要搞清楚這個關係 和看在哪裏我們可以賺到錢 和做得成功 和同一時間 我們對所有自分者 都很重要的 場外結算 可能是一部份 我們今天要在這裏 這個 這個做完 如果早上做 可能明天就會做 後天就做這些 就是一個比喻 我們可以讓大家問多幾個問題 中間是Peter Peter 跟著Ashley 我希望呢 就盡量簡短去回答 等到大家可以問更多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還是問一個短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關於那個投資 關於投資 到底你其實講的規模是幾大 和我都好奇想知道 是怎樣去集資的 或者融資 我看你的資產負債保 你其實呢 暫時就是沒有一些債務的 但是你都是給九成的 九成的利潤 的零利就是作為一個股息 這樣派出去 那我想這裏所有的一些活動 就是不需要很多錢的 譬如你說 深圳 上海 我們其實講的 就是 講的 是一億 二億港元的 營運 的 開支 但是這些都不是講 很多錢 我們其實 又不是說 有很多的一些 大規模的 一些 資本開支 我們不是說 在建造任何一樣東西 但是 因為這些是我們 新的業務來的 我們就不能夠 只是去依賴我們 現有的基建 現有的人 現有的資源 就不可以 就是依賴我們 現在 我們那個核心的 商業 那個模式 那可能 我們總有一天 就需要 建立 或者興建第二個 數據中心 或者 可能 也要花三四億 港元 去做一些 在基建方面 做一些 或者做一些 清算的基建等等 我們可能見到 有另一波 一個資本開 但是 這些是我們 一定 就是要花的錢 令我們可以繼續 營運 但是這些 都不是我們現在 需要興建的 所以其實 我們都可以 看著 要花時間 再去做 我們已經做了 一個五年的 一個預測 Poll 都已經做了 我覺得 我們暫時來說 我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說 最理想 會不會是 某一日 當我們在審視 我們自己的政策 的時候 我們需要 我們看一些政策的時候 我們 這些可能 都是我們之後 可能要去討論的 疫情 我們現在暫時 是不需要做的 我們不需要做 任何的一個決定 就是暫時 在這一方面 都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動 好 Ashley 後面Ashley 或者 兩條有關風險的問題 首先 你怎麼計劃 去處理 就是說 風險管理委員會 和風險委員會 兩者的職責 重疊 第二 就是結算的業務 在香港 你怎麼去處理 香港 香港 港交所 是 有 就是說 銀行 那個 金融九分處置 那個 那樣東西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 那 Paul可以跟著回答另一個問題 風險委員會 這個法定的風險委員會 是主要集中在香港市場宏觀的風險 和港交所 是怎樣去管理它的程序 政策 那個廣泛的風險委員會 是更加專注看回港交所 我們的風險 最大的風險 我們討論 就是我們那個中央 就是中央交易對手那個風險 因為我們是經營一個結算所 所謂的都是跟政策市場 啊 抵押啊 方面有關的東西 還有效率啊 或者流通性等等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說 就是那個企業的風險管理 就是有關 就是說 國際啊 互聯網安全啊 等等 那 所以這兩個委員會 是會有些地方 會重疊的 就是有關整體市場風險啊 那樣 基本上他們是好 性質都不同的 講到跟中國的聯繫 就是說 我們是受到中國市場的風險影響呢 大家看到 胡廣通 其實呢 是 在其他的賺民和家 我們都 包括在來 就是分開的 中國結算 我們有獨立的結算金 要求 他們不會負責香港 就是有些什麼失責的情況出現 香港經紀也都不需要負責 中國內地 譬如結算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們香港那個保證基金 就不會要來支付 上邊 譬如有些人呢 就是說 欠債啊 或者是破產等等 那他們也不用擔心 要用他們的錢 就是賠償我們香港有經紀出了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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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中國結算收的收費呢 比我們香港高很多 因為他們有一個更加嚴謹的 風險管理的措施 那 那 這個做法就是這樣 不過他們呢 就是 你現在說的一些 是 有些所謂 主權風險那些 那些 或者傅先生你可以回答 剛才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銀行那個 那個 那個 主治那個問題呢 藍財那個 謝謝 高成的 多謝你的 我想呢 問這個 主要呢 就是這個股票衍生產品 我們呢 就是 見到這張圖片上面呢 就顯示了 我們見到呢 其實呢 當呢 你呢 就是 要做一些的 岸上的投資方面 你可能呢 就是 要 可能呢 就要做一些的 合 你剛剛說了 什麼 中國的一個的合資 哦 你之前有一個合資 是的 我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 我想 其實 都會是 我們會看一下 這個的 未來的胡通啊 我們的一些 他們的 合約 就好像我們 胡廣通 怎樣去做的 或者呢 我們呢 會 在做之前 我們也是可以 去看一下 怎樣呢 就是呢 互在大家 那裡 互在大家 互相 去上市 那 我們也都 看完這個 合資的指數 這個呢 就是 我們呢 就是由我們的合資 所成立 我們也可以呢 就是推出一些期貨的產品 當然呢 我們是希望呢 就是找出一些的方法 我們是可以有快速的 亦都是一個大規模的一個成功 而不是呢 就是慢慢的去 去 有零 開始呢 慢慢呢 就是希望有機的發展 我們希望呢 就是找出一些的 如果能夠做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做得大一點的 那 你會不會加上這個股票衍生產品 你說的是今年 是 你說到 你說到 提到是說今年 還是你會有一些股票 那方面呢 其實 你說時間那方面 那應該呢 就是包 應該是要做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好像滬港通 那樣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有290隻股 還有 好像我想大概 如果呢 深圳做專部的時候 要推出深港通的時候 我想我們可以呢 就是 或者可以增大它 或者加大它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們可以有股票衍生產品 可以有這個商品的產品 我們 是希望呢 就是做的時候呢 就讓大家清楚知道 我們是會做些什麼 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呢 只不過是有一點點的限制 令到呢 大家呢 就可以覺得舒適 覺得自在 那就可以呢 就慢慢呢 就可以呢 就是去發展到其他的階段 好 Luca 李莎 麻煩你抽絲的問題呢 就是 胡廣通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個問題呢 就是有一些歐美的基金呢 因為是 有一些監管的情況 我們呢 就是沒有參與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 我們現在呢 就是跟這個 CFAX呢 就可能呢 就是有一個期貨的通 但是這個之前呢 我們有沒有呢 可以有機會呢 去推出一些 胡廣通的指數的期貨 可不可以方便 MSCI 以及去考慮這個 A股包容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記者問題 就是 小家 你那個合約 是怎樣呢 你就說 你應該呢 跟主席呢 有去談過 那你有沒有事就跟我們說呢 到底你是有多喜歡這份工作呢 會不會希望呢 就是繼續為我們呢 就是多工作 服務幾年呢 那好了 歐美基金呢 就是主要呢 就是 兩個問題 一個呢 就是 每天的這個 就是 每天的這個 每天的這個 就是早晨呢 才要把那個股票呢 放在這個 券箱這邊 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我們 已經不是大問題了 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 很多他們自己的合規的部門呢 就是 要求呢 就是要有 這個 就是要有一個 代理人 那他們呢 就是 自己的內部呢 一個合規的部門 都是有很多的問題的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最近呢 就是 很多呢 就是做 有時候做規 解釋 有時候是規則的方面 也都是要加 那在中國那邊呢 也都是在規則裏面呢 就加疑請證 我們都是這樣做 我們的律師呢 就是總代表 Christine呢 王 和我們的團隊呢 和我們的中國政經會的團隊呢 正在 每一家的基金呢 就是和他們的營運的 一些的 員工呢 就和他們法律部門的律師呢 都和他們呢 去談 那所以 我覺得呢 大家都應該對這件事件 越來越了解 那我相信呢 就是隨著時間呢 大家都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一個 真正的大問題來的 那或者 一年之後 如果中國政經呢 就是 他們有一些的 有些修改之後 在中國的法律的框架之下呢 就是會正式地 將這個 代理人的權利呢 就是放在裏面 現在呢 就是實際上 其實都是允許的 都是在法律裏面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到時候呢 可能要將它 放在法律的潮門裏面 那就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 就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說到股票的期權 這個期貨方面 到底是跟CVX一起做 還是我們自己先做一部分呢 這些呢 都是我未來的幾個月 我們呢 都會呢 就是將它決定下來 決定了之後呢 就會做宣佈的 宣佈的時候呢 我們很希望呢 就是宣佈的時候 給大家很清晰的一個表述 我們在這個股票的衍生產品方面的步驟是什麼 又可能呢 就是很清晰的一個 我們開始呢 就要馬上準備呢 就是要宣佈了 就要一起做這個互聯互通 或者呢 是可能做一個產品的互聯互通 或者呢 我們呢 就要有一個 這個指數上呢 就是有一個期貨 那三種可能性都有 我估計呢 在未來的幾個月呢 就會給大家呢 就是講得很清楚的了 那什麼合同的問題 合同問題 要不呢 就是 可以 要不就不行 那如果你說可以或者不行 我們都要馬上去宣佈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合規的一個規則來的 我們現在不知道可以還是不行 那所以呢 就不可以 說了之後 也都是沒有意義 但是 我對於工作的方面 我是很喜歡挑戰的 什麼工作呢 一定都要有挑戰 一定呢 就是要有改變 什麼工作都一定呢 就是要 要有意思呀 一定要有 也是需要呢 很多很多智慧的人一起工作 才能夠將它做出來 這些 這些呢 就是對我對自己的職業呀 的安排呀 我對自己的未來的工作呢 和過去工作的要求 那這個呢 都是 因為 我們最近做的工作呢 都是在這方面呢 都是 都是我非常之滿意的 所以說呢 未來呢 任何的一個機會 都是一定要有 就是可以來挑戰到這個智慧的 也都是可以呢 就是可以呢 可以呢 有改變的 和和一些一樣有智慧的人 一起合作的 那 只要呢 有這幾樣東西呢 就是一起 集在一起 這個呢 就是我呢 就是會追隨的一個未來 職業 就是 假設我要 追隨的東西 另一方都是 一路呢 都是想和我呢 就是有同樣的一個追求 那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的 第二 一位小姐 第二 教授 Rebecca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 第一個 你覺得呢 之前呢 籌備護港通的過程 和現在準備深港通 你覺得兩者最大的不同 是什麼地方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你覺得呢 現在呢 準備 深港通的工作 包括未來呢 就是怎樣實施 你覺得面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多謝 我覺得呢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那個時候 你根本呢 都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呢 就是成事 因為 有可能 不成功 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是太多了 你做起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呢 心裡面呢 就是沒有底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方向是對的 方向啊 和你幫國家 去解決的問題呢 是對的 和香港的發展戰略是一致的 所以呢 應該呢 就是說呢 應該呢 就是走這條路的 但是 這句話 是很大的事 第一次做 大家都有很多 不確定的因素 大家對於未來呢 就是不確定的判斷 有很多的一些的 說服工作 很多的等待工作 那所以呢 互港通完了之後呢 那這方面的工作呢 就已經呢 基本上呢 大家都已經是認知了 那所以呢 就說呢 大家都很支持 那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今天呢 就是做深港通的時候呢 實際上 你已經不能再考慮深港通了 因為這個是基本的突破出現了之後呢 大家突然間呢 你就覺得 好似我們所有 大家所有在座的人呢 其實大家的責任呢 責任呢 就多了很多 機會又多了很多 可做的事的範圍 亦都是大了很多前景呢 亦都是廣闊了很多 但亦都是有很多新的 不確定的因素 能不能夠做得到呢 如果你簡簡單單呢 就去重複一個深港通 那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因為你的深港通 都能夠做的 做的情況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大家心裏面呢 大家在概念上 大家對於未來的發展的理念 和信念上呢 都已經有一個拐大的分躍 非躍 那你呢 就突然間呢 就對這個前線的開發呢 那好像交易所那樣呢 就在市場上 你說對於一個的領導者 你就一定呢 就是要找出一個突破 你應該用自己的資源 用自己的思路 你自己對這方面的看法 有新的突破 因為市場上呢 對於你呢 已經是寄於眾望 整個決策層呢 政策層呢 都對於你的發展的過去呢 充滿了信心 和對於未來呢 寄於希望 那所以這個未來上呢 我剛剛也要說到 我這個共同的市場 這個實際上呢 就是你要把它清楚 想清楚之後 解釋清楚之後呢 但是呢 在進一步的開放的過程之中呢 就可能呢 找到一條更加好走的路 我們都希望呢 就這條路呢 就是對香港最有利的一條路 但我們肯定呢 就是不可能呢 就一條呢 對香港有利對別人沒有利的路 我們一定呢 就是找出一條 對所有人都有利的路 我們呢 就是覺得呢 找出這種的方式 和對這種問題的一種的 方法呢 我們現在呢 其實事實上 現在對著一個真正呢 就是對著一個巨變的一個關頭 那現在呢 我們趕上去了 香港的未來的十年的範榮呢 就能夠保得住的 同時呢 我們又一次呢 就是可以成為中國 在發展的過程之中 香港這一塊保地 一個一國兩制的 一種的特別的一種 幾乎是上帝給我們一種的保地呢 能夠再一次發揮作用 給香港和內地的發展呢 共同帶來未來的巨大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呢 在這個角度來看 在深港通做的時候 已經呢 就不會局限於深港通本身 而在深港通之後 我們現在呢 非常快地去講到說 後來會是怎樣 其實你說到說後來 對管理層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我很多個同事都說 你為什麼整天都要走那麼前 為什麼整天都要做那麼多事情 你做完一樣 那大家休息一下才再做 為什麼你一次過要做那麼多事情呢 但是這些的事情 如果你不想清楚後面的事情 就做不到 那你後面的事情不想清楚 你前面的事情 可能呢 就做得太快 那你突然間呢 但是 因為這件事呢 就好像呢 就好像呢 好像生態的系統那樣 你呢 起一兩條渠很容易 但是一段大家呢 就是發展要綜合的時候 當你的力量很大的時候 這個市場的變化就很大 大家的參與性就會很大 我們的機會就是這裡 我們的機會就是要把握 所以我們覺得呢 要給自己呢 一個創造一個新的 一些新的壓力 和一些新的責任 和一些新的預期 一些滿足 但是我覺得呢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呢 要這樣做 我們才會不會辜負這個時代 我們最後一條網上的問題 就是問到呢 美國的一些法律的決定 就是說呢 就是 那個 影響 就是 到對港交所呢 其實那個法律的成本的問題 就是 Garry 答最少一條問題呢 那 那 或者你可以 簡單地答一答這條問題 那 那 那 就是 昨晚 一個很大的消息 就是 有一個集體數據 都是告LME LME控股公司和港交所的 LME 就贏了 那 那 那就是說 那 那 他那個 做的 就不需要為這個國案負責 不過LME控股公司呢 是 牽涉在內 那 那 就 不過 港交所也都 因為我們是擁有LME 也都是牽涉在內 那 那 很重要 就是 他們 法庭確定 LME和 港交所 是沒有足夠的 在美國沒有足夠的業務 去參與這個訴訟的 因為這些事情在美國發生 我們美國沒有任何的買賣的 那 所以呢 我們都是 就是沒事了 就是說 那 當然 美國法律制度 是很繁複 不排除的地方可能會再上訴 或者可以有司法覆核 英國都可能有人司法覆核 那 我們 我們 暫時 我們 現在 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是 改善我們的 倉庫 等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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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E的業績 呢 就非常之好 明年 是會 貢獻我們兩成的收入 那 肯定 是 是 會 前景很好 那 我們 對我們 LME的業務 非常之 有信心 中文 將這個 訴訟 這件事 給大家做一個很快的介紹 LME 本身 有 我們對全球倉庫 也有接管監管 倉庫 我們買LME之前 由於 倉庫中間 有很多發展的情況 LME 用 LME 用 LME用類的消費者 其實 就說 你應該做更多的監管 但是他們沒有做 就是我們買之前 他這樣說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收購了 就告我們 我們後來 就為了 這個改革 結果我們的改革 又出動 又好像影響到 另一方面的利益 另一方面 在倫敦就說 你不應該改革 就好像美國的投資者 就告我們 就說你早就應該改革 你沒有改革 令到我們受影響 那倫敦那幾家大的 就說 你們不應該改革 因為你改革了之後 就影響了我 所以我們前一段時間 大家所聽到 就是兩邊的訴訟 都是這樣回事 英國的訴訟 全部都打回去 我們已經全部都贏了 而且 就把這些成本 都已經 就是一部分 在英國那部分贏了 也都是把我們的律師費 因為律師費也是由他們付 這個我們花出的律師費 大部分都能夠 就是拿得回的 這個就是 我們在英國最高法院 都是我們贏的 但是 美國這邊 我們就是 全部 都覺得這個訴訟 就是不成了 我們都贏了 但是 我們倉儲的改革 還在進行 他在進行期間 可能也會 進一步 就可能 就是 觸動到別人 可能過兩天 又有告我們了 所以 我們就是要 特別在美國做生意 要做這麼大的生意 在全球有這麼大的領口力的生意 又要解決消費者問題 又要解決生產者的問題 作為一個中間人 就一定 是受到各種各項的爭議 這個就是 你走向大世界 就有大世界的挑戰 當然 也有可能 某些人 又要被人告 但是 暫時 就今天 我們兩邊都贏了 贏了官司 我們以前 就很盼 一直這樣扯下去 就令到我們的律師費 很高 法律成本很高 但是短期間就解決了 但是也不保證 我們有一天 也會再有人告我們 我們會繼續奉陪的 好 多謝大家 也多謝各位台商 也多謝台客 下次見 不好意思 David 沒人問你問 Thank you